第951章 白小春的誓言 你 突如其来出现在脑海的声音 让公孙娃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她表情慢慢变得苦涩 目中已有明雾 你如此去赌 不像是我们的性格 最终 公孙娃在心神里 苦涩地开口 的确不是我们的性格 不过 我赌赢了 鬼母悠悠开口 心底在这一瞬 对于当年与她约定后 又给她出了此季的这片世界的守灵人 有了深深的敬畏之意 不愧是 远古的那位存在遗留之念 鬼母深吸口气 实际上从最开始的时候 她就是再赌 失去了左手后 她不但修为跌落 更是对于古舟的操控 也很是勉强 这其中最重要的 是她没有了左手的封印之力 就无法打开镇魔镜 召唤出其内她这一生最强的神通 也就是那三面鬼翻 她之所以能成为鬼母 那三面翻是重点 当初在外界时 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不惜请来强者相助 这才将与她近乎同一个时代 甚至丝毫不弱于 她的三位天尊级别的厉鬼 封印在了七番中 成为了她最大的法宝 以及最强的手段 尤其是其中一面哭笑鬼脸 当初可是只差一步 就能突破天尊 虽还不是太古 可也能称之为半步太古 那三尊厉鬼被她封印后 虽修为都各自削弱了不少 可三番同出 依旧能让她的战力 哪怕在外遇 也都名震天下 只是这三尊厉鬼并不稳定 所以她才请动一位太古 为她炼制了一面镇魔镜 平日里镇压三大厉鬼 可就算是这样 她也依旧很难完美操控 于是用秘法在身体永恒烙印符文 其中 左手落下镇魔镜封印之力 右手落下召唤厉鬼之力 在其需要时 凭着其左手的封印解开 凭着右手召唤三大厉鬼出现 而左手的失去 使得鬼母这里 立刻就陷入低谷 空有召唤之力 却无法破开镇魔镜的封印 所以 在天尊与其左手来临前 鬼母只能去赌 她赌天尊的性格 必定不会相信别人 必定会在认为确定无碍的情况下 对公孙瓦出手 因为这是守灵人告诉她的 也是守灵人的分析与判断 同样的 她也在赌自己的左手幻化出的公孙瓦 也必定有所准备 而当天尊与公孙瓦内斗时 就是她这里重新崛起的一刻 所以 与其说是在天尊的世界缩影下 她无力反抗 被公孙瓦进行吞噬融合 不如说 这是她主动营造的机会 也是主动迎合上去 让公孙瓦去吞噬 你赢了 带我回家 这一切念头 在公孙瓦以及鬼母的脑海里回荡 看似缓慢 可实际上都是弹指之间 没有别的选择 不想成为天尊之奴 就只能消散自己的意识 公孙瓦沉默中 闭上眼 在她双眼闭合的瞬间 她四周弥漫的黑气 突然翻滚起来 刹那就凝聚成了鬼母的样子 几乎在鬼母出现的一瞬 天尊猛的色变 你 天尊呼吸一蹴 毫不迟疑全力加持封印 眼看那世界缩影形成的圆圈 就要彻底烙印 可就在这时 出现在公孙瓦身边的鬼母 其体内传出尖锐之音 三鬼何在 几乎在她话语传出的刹那 轰得一声滔天之音 顿时就在古舟上 那三根旗帜中的一面中 直接爆发 更有怒吼传遍苍穹大地 只见那旗帆上 一张巨大的猙獰鬼脸 猛地就幻化出来 漠然冲出时 其身上散出的气势 竟超越半神 无限接近天尊 其头顶有三根脚 全身紫黑一片 如同恶煞 在冲出的瞬间 这鬼脸咆哮 直奔世界缩影封印而去 天尊面色再变 一步走出立刻阻挡 可就在她阻挡着鬼脸的刹那 比之前还要惊人的轰鸣 从第二面旗帆上直接爆开 第二个鬼脸 也猛地冲出 这第二个鬼脸通体青色 脸上竟长满了无数的眼睛 甚至张开大口时 就连她的口中 也都有大量的眼睛不断地眨动 其气息的波动 虽同样无限接近天尊 可准确地说 比第一尊厉鬼还要强悍 好似脱困的恶魔 此刻在冲出后 依旧是冲向世界缩影封印 天尊神情焦躁 凭着一人之力再次阻挡 只是她能阻挡这两个鬼脸 可却无法阻挡 第三个 几乎在这两个鬼脸冲出的同一时间 第三面齐翻 一样爆开 一股比他们两个 还要狂暴肆虐的波动 带着猙獰的笑声 猛烈地回荡天地 鬼母 你终于能把老夫放出来了 这声音一出 好似天下地上 所有区域 有无数厉鬼在嘶吼 如同集合了万千鬼物的声音 回荡时 苍穹刹那浑浊 古海都不断颤抖 而她的身影 也在这一刻 骤然幻化出来 那竟是一个半脸黑色 半脸白色的诡异鬼脸 明明是笑 可看起来却似再哭 又或者明明是哭 可却给人感觉再笑 这错乱的感觉 顿时就让所有看到之人 都心神颤抖狂乱 好似要崩溃一般 古舟上的那些原因修士 一个个都控制不住地 从蹊跷内 有生机被吸出 纷纷骇然 想要采取手段阻止 可却于事无补 白小唇也都呼吸强烈 神色凛然 她认出了这最强的鬼脸 正是当初自己等人 首次来到古舟上时 似冲着自己凝笑的那面旗帜 而这鬼脸身上的威压之强 在升起的刹那 竟如天尊 没什么区别 不但是白小唇色变 天尊也都呼吸骤然急促 只见这第三个鬼脸呼啸间 直奔世界缩影封印而去 竟直接撞击 速度之快 哪怕是天尊也都明白 自己无法去 阻止封印被破解 轰的一声 天地似乎都要在这声音下崩溃 好似要被撞击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那世界缩影封印 根本就无法阻挡 这堪比天尊的冲击 直接就出现了裂缝 最终崩溃 四分五裂 更让白小唇 这里惊心的是那哭笑鬼脸 竟在崩溃了世界缩影封印后 墓中露出贪婪之芒 居然张开大口 不断地吞噬世界缩影的碎片 每吞噬一块 他的墓中就越发激动起来 如此美味 好久好久 没有品尝这种味道了 我闻到了 这片世界有太多可口之物 我要吃了所有 你也处你敢 眼看自己的术法封印 居然被这鬼脸吞噬 天尊低吼 正要冲出时 那哭笑鬼脸猛的转头 墓中露出幽芒 看向天尊 居然还有一个准天尊 吃了你 他大笑中 放弃了四周的缩影碎片 直奔天尊而来 至于另外两个鬼脸 此刻眼看哭笑鬼脸靠近 都瑟瑟发抖 似很是畏惧 很是配合地与其一起 杀向天尊 这一切逆转太快 古舟上众人一个个生机 被不断地吸出 面色苍白 目中也都有了骇然与绝望 白小纯等几个天人还可支撑 且相比于云雷双子等人 白小纯的身上 没有丝毫生机被吸走 只是他此刻的眼睛已经赤红起来 望着鬼母 身体颤抖 整个人似要爆发 实在是如今的鬼母 在世界缩影封印崩溃后 在三大鬼脸牵制天尊时 他身体再次模糊 整个人竟化作了一张森森大口 向着被公孙瓦附身的侯小妹 就猛地吞噬过去 这一吞之下 侯小妹身体剧烈颤抖着 她的蹊跷中有黑气急速地散出 化作了小女孩的模样 她似恋恋不舍地看了眼世界 又看了看身后的侯小妹 轻声的喃喃 不要伤害她了 她说完 闭上了眼 魂体瞬间就被鬼母 直接吸入口中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侯小妹的蹊跷内 继小女孩之后 居然再次出现了魂体 正是侯小妹的魂 此刻竟然也被吸出 眼看就要被鬼母吞噬 这一幕 让白小纯好似身体被撕裂一般 她的额头青筋鼓起 她的目中血丝 使得双目赤红无比 口中发出一声淒厉惊天 甚至交战中的天尊 与那三个鬼脸 也都注意到的汉天巨猴 鬼母 你吞噬公孙娃 那是你的事 可你若伤害了侯小妹 我白小纯今天发誓 上穷必落下黄泉 此生一定杀你 第952章 古舟起航 白小纯声音沙哑 淒厉中透着一股 无法形容的坚定 更是在传出的瞬间 好似引动了冥冥中 存在的天地规则 居然形成了风暴 在这四周 轰隆隆地回荡开来 此刻的鬼母 随着吞噬了公孙娃 她原本没有五官的面孔 飞速地改变 出现了双目 鼻子 嘴巴 很快地 竟化作了一个曼妙的女子 她看起来年纪并不大 肤色动人 眼波中更有迷人异彩 堪称角色 至于之前断曲的左臂 眼下也肉眼可见的急速生长 刹那间就恢复如常 一股诡异无比 甚至让这世界 都好似要被称暴的气息 从她身上 滔天爆发 你威胁我 鬼母缓缓开口 看向白小纯时 她目中深忧 好似星空一般 足以让人迷失在内 可白小纯没有迷失 她的目中唯有血色 整个人如癫狂 死死地盯着鬼母 一字一顿地开口 我不是在威胁你 而是在 警告你 白小纯的这句话 根本就没经过大脑思考 否则的话 按照她的性格 是绝对不敢对着鬼母 说出这种话的 可是 白小纯的性格中 有其矛盾的地方 她虽怕死 可若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 处于危机之中 她不会因害怕而逃走 更不会因害怕而懦弱 这一刻 白小纯已经不知道 什么是害怕了 她只知道 猴小妹的生死 就在一线之间 而她也想好了 哪怕呼唤自己图儿 哪怕召唤守灵人 也要用权力 阻止鬼母 她的想法 她的坚定 从其目中的疯狂里 彻底透出 鬼母看到后 也都心神一震 她立刻就感受到 这片世界的意志 居然在这一瞬 似乎向着白小纯那里 降临了一些 隐隐的 好似在见证这一刻 白小纯口中发出的誓言 没来由的 鬼母心跳明显加速了一些 哪怕在她的眼中 区区天人修为的白小纯 若没有守灵人的玉佩 她想要捏死易如反掌 可另一方面 她的直觉告诉自己 一旦她真的将 猴小妹的魂吞噬 未来的某一天 必定会为自己 塑造一个不必要的强敌 这感觉来得突然 鬼母双目一闪 吞噬猴小妹魂魄破的大口 在这一刻默然消失 她放弃了顺便 把猴小妹的魂吞噬的想法 右手一挥 直接将猴小妹的魂 打回其身体 倒是一个不错的阴体 又和这与此世界 明明相关的小子有瓜葛 倒是一个上好的弟子人选 鬼母念头一转 顿时就将魂魄刚刚归体 还处于昏迷的猴小妹 直接收入到了袖口内 将其卷走 一晃之下 直奔古舟而去 这一幕 让白小船眼睛直欲低血 喘息粗重时 正在与那三面鬼脸厮杀的天尊 此刻猛地后退 抬头时 望着鬼母 急声开口 鬼母 你我之间也可合作 我们 和你合作 还没等天尊说完 鬼母笑声传出 毫不客气地将其打断 可笑 她轻蔑地看了眼天尊 之前的她 还需伪装自己 可如今自身完整 在这片世界 除了那位让她依旧 看不透的守灵人外 她已不在乎任何人 哪怕是眼前的这位 在她眼中的准天尊 她也依旧不在义 甚至若非对方 有世界之力加持 她不介意将这天尊 斩杀链成为厉鬼 成为自己的第四番 可惜 有世界之力加持 在这方世界内 想要杀此人 除非我能修为突破 天尊境界 踏入太古境 才可无视规则强杀 否则的话 要杀此人 也只有这片世界本身之人 才可无视世界之力的加持 甚至能进行掠夺 进而将其斩杀 当着如此多的修士面前 被鬼母轻蔑的目光扫过 天尊的面色明显的难看了一些 目中在这一刹那 更有金芒闪耀 她心头极为不甘 明明之前成功就在眼前 可却又一次失败 不但没有奴役成功 反倒被这鬼母重新崛起 守灵老鬼 你一次次阻止我 蛮荒如是 这里更有你 曾经计划的痕迹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冲出这片世界 我才是世界之主 天尊心头要发狂 只因她之前伤势太重 否则的话 今日之事 在她看来 将是另一个结果 可还没等她再次开口 鬼母一晃之下 已踏入到了古舟上 绝美地俏脸抬起 全身上下顿时 有一股闭腻之意 滔天而起 现在 是离开这片世界 回家的时候了 邪尊古舟 起 她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古舟隔空一案 这一案之下 古舟轰鸣 剧烈地颤抖起来 轰鸣之声 也随之惊天而起 大地颤抖 四周的古海 也都大范围地 粉碎成为飞灰 与此同时 整个生命禁区的地面 在这一刹那 出现了一道道 巨大的裂缝 这些裂缝 以古舟为中心 在那咔咔声下 向着四周 不断地蔓延扩散 更是在这些裂缝内 有巨大的骨刺 正缓缓钻出 尤其是其中一条 最大的裂缝内 在远处的尽头 竟直接爆开 露出了一条 森森骨尾 好似有一个庞然大物 要从地底冲出一般 更是在这剧烈的震动下 古舟上的不少修饰 直接就被这股震动之力 狠狠地撞击在了身体上 一个个喷出鲜血 身体不受控制地 被震出了古舟 随着那一道道身影 被陆续震出 白小唇这里也是如此 那股大力顺着古舟传递 直接在他身上爆发后 白小唇面色苍白 身体砰的一声倒退 被震出古舟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大地好似爆开一般 那本就庞大的古舟 竟缓缓升空 随着升空 四周所有被震出之人 都一个个骇然吸气中 看到了在那古舟下 从地底钻出的 比古舟还要庞大的 船体 这 这 天啊 这古舟居然只是 一部分而已 地底埋葬的 才是其真正的全部 四周众人惊呼中 白小唇也都心神狂震 他看到了从大地冒出的 赫然是更为巨大的古舟 准确地说 之前露出在外面的 只不过是完整古舟的 一部分而已 如今随着古海碎裂 生命禁区的崩溃 那古舟彻底完整地出现了 那赫然是 一条巨大的白骨蜥蜴 这蜥蜴的庞大无比 一眼看不到尽头 只能看到其轮廓 而露在外面的古舟 实际上 是修建在了 这白骨蜥蜴的头顶 这一幕 震撼住了所有人的心神 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这古舟 最终居然是这个样子 与此同时 陆续地还有修士 在这古舟的深空中 被不断地震出 白灵 赵天骄等人 此刻都喷着鲜血 身体被震向四方 天地轰鸣 苍穹扭曲 一个巨大的漩涡 随着古舟上的 鬼弩双臂伸开 漠然间 就出现在了 苍穹的尽头 白小纯目光凝聚 她猛地看向那漩涡 隐隐地 竟看到在那漩涡内 似存在了另一个世界 那世界虽模糊 可感觉却是很清晰 回家 鬼弩声音尖锐 传遍四方石 在四周生命禁区的 大地崩溃凹陷中 那白骨蜥蜴 直接就拔地而起 直奔苍穹漩涡而去 远远看去 如西龙破天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白小纯猛地发现 除了侯小妹被带走外 那艘古舟 并没有将所有人都震出 至少还与留了数十人 被留在了那古舟内 而 张大胖 就是其中之一 此刻的张大胖 颤抖地站在古舟上 茫然地看着天空上 越来越近的漩涡 看着站在那里 双臂伸开 全身上下散发 射天伏地气息的鬼母 她越发地颤抖中 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 自己来临前 做的那个梦 新的世界吗 第953章 女婴初醒 白骨蜥蜴古舟升空的同时 天尊身边的那三张鬼脸 哪怕再不甘心 可却身不由己地 已被古舟牵扯 直奔苍穹漩涡方向而去 相比于另外两个鬼脸 哭笑鬼脸的不甘 更为强烈 这片世界 我不甘心啊 我想要留下 我不想出去 她心中发狂 可却于事无补 无论如何挣扎 也都难以逃出 那古舟的操控 眼看被拉扯的距离 古舟越来越近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白骨蜥蜴古舟 升空而去 向着苍穹上 那巨大的漩涡 如被接引而去的瞬间 天尊的呼吸 也激动地急促起来 她目中带着 无法形容的渴望 看着苍穹上的漩涡 她的心态 与那哭笑鬼脸截然相反 那是她梦寐以求 要去的地方 她在这片世界里 已经走到了巅峰 已经在这里太久太久 对她来说 当一个人 被困在一个地方 时间久远后 这里就如同一个 巨大的牢狱 她不愿留在这里 她想要离开 哪怕她知道 或许因自己的离开 会让这片世界崩溃 会让所有人死亡 但她依旧还是如此选择 对于张大胖等人而言 出去 无疑险境重重 可对天尊来说 却是崭新的未来 她的身体猛地冲出 化作一道长虹 静随着古舟 直奔漩涡 似也想通过这漩涡的接引 离开此见 只是 就在她靠近的刹那 一股只有她能感受到的 苍穹威压 骤然降临下来 更是从大地上 传出无尽的犀利 上有压迫 下有吸扯 使得她被困在那里 根本就无法冲出 甚至原本 凝聚在她身上的世界意志 也都因她的这个举动 出现了要崩溃的征兆 天尊发出惊天怒吼 满是不甘 守灵老鬼 终有一天 我会出去 天尊仰天咆哮 声音化作天雷 带着世界之力 轰鸣八方 使得白骨蜥蜴四周的虚无 凭空的就出现了 无数的闪电 这些闪电之多 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好似雷池 仿佛闪电大手 竟向着白骨蜥蜴 狠狠地一抓而去 似要用最后的努力 去尝试将对方留下 这闪电大手 在凝聚成形的刹那 如被通天河染了颜色 竟成为了金色 远远看去 这金色闪电大手 带着无上之力 一把抓向白骨蜥蜴 可就在碰触的瞬间 鬼母冷笑 双手掐绝 猛地一挥 顿时一股黑气 就从这白骨蜥蜴身体内释放出来 刹那间 黑雾漫天 直接向着来临的金色闪电大手 猛地对抗 轰鸣间 那闪电大手 竟无法破开这雾气 甚至自身 都在这反阵之下 崩溃了小半 眼看就要消散时 忽然的 那个此刻已经被牵引 正要回归古周的哭笑鬼脸 猛然咆哮一声 竟在这一瞬 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突然地改变了被牵扯的轨迹 居然直接冲向天尊的闪电大手 这一幕 让鬼母也都目中瞬间煞气弥漫 天尊明显也愣了一下 但却没有半点迟疑 那崩溃了小半的金色闪电大手 一把就抓住哭笑鬼脸 狠狠一拽 今天巨响 顿时爆发 那哭笑鬼脸 竟被天尊一把 从回归古周的既定轨迹中 直接抓了下来 可是 当这闪电大手凝聚缩小 降临在了天尊的面前 伸开时 那原本应该 被他抓在手中的哭笑鬼脸 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 不见丝毫踪影 天尊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 鬼母亲眼看着这一切 目中的煞气越来越浓 可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深深地看了眼这片世界 就不再理会 白骨蜥蜴轰鸣间 距离漩涡越来越近 只是 就在这时 哪怕天尊也都没想到 崩溃的古海地面上 有一道身影拔地而起 速度之快 刹那就升空而去 正是 白小纯 鬼母 把侯小妹和我大师兄 还丢我 白小纯红着眼 他此刻 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他不能眼睁睁 看着侯小妹被带走 也无法看着张大胖 被这艘船 带入漩涡中 他的速度展开到了极致 掀起破空之声 向着白骨蜥蜴急驰 这一刻他的身影 被下方所有残存的羞尸看到 一个个都大吃一惊 天尊眯起双眼 一样看去 此番古舟之势 处处都有守灵人算计之影 天尊心中也一直在警惕 可从实质中 对方居然真的丝毫没有出现 这就让他的心中 在本就憋屈的同时 也有深深的疑惑 那老鬼的心机太深 我不信他这一次 只是为了阻止我厉害 必定还有我所不了解的其他目的 白骨蜥蜴上 鬼母低头望着正急速而来的白小纯 他看到了白小纯那目中的赤红 看到了白小纯此刻的疯狂 只是 哪怕白小纯的速度再快 也都无法追得上这白骨蜥蜴 尤其是此刻的白骨蜥蜴 已经靠近了漩涡 开始了融合 先是古舟 随后 白骨蜥蜴的头颅 身躯 最终彻底消失 在消失前的瞬间 鬼母睁开了眼 双唇微动 向着白小纯 传出了一句话语 看在守灵人与我的约定上 你大可放心 这女孩的体质特殊 与我功法相通 我将收起为弟子 至于这古舟上的修士 各安天命吧 望着已彻底消失的白骨蜥蜴 白小纯身子 停在半空中 徒劳地探着手 正正地看着那漩涡 也在慢慢地散去 小妹 大师兄 白小纯喃喃低语 有些无能为力地落寞 她想起了张大胖 对自己所说的梦 显然 大师兄对这一幕 早有预感 她也只能去相信 鬼母所说的一切 是真实的 随着长大 随着修为一步步提高 随着寿元的积累越来越多 白小纯已经认识到了 成长的代价 这代价 她已不是首次体会 只是那一次次的体会 让她都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她不知道是自己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她只是想快乐地修行下去 她只是想永远地 一路笑着走下去 沉默中 白小纯的心头泛起苦涩 她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 是否还能再看到 张大胖与侯小妹 应该能的 白小纯呢喃中 没有注意到 此刻随着漩涡的消失 随着生命禁区大地的崩溃 存在于这里的静止之力 也都消散了 这原本的生命禁区 如今再没有对修士存在束缚 或许多年之后 此地会重新恢复 可在如今这段时间 此地畅通无阻 而天尊也不知何时离去 没有带走任何人 他要去追拿那消失的哭笑鬼脸 但杜琳飞没有走 他被留下 默默地站在大地上 抬头看着天空上的白小纯 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声音有些萧瑟 可他还是深吸口气后 起身飞到了白小纯的身边 拉住白小纯的手 轻轻地开口 小纯 不要难过 我相信终有一天 还能相见的 白小纯默默地转过头 望着杜琳飞 被他拉住的手 好似将温暖与信心 也都传递过来 许久之后 白小纯深深地点了点头 碎裂的古海上 当初的上千四脉修士 如今还活着的 不到二百人 这些人一个个都有伤势在身 哪怕是杜琳飞 虽被其父收入储物袋内 可依旧还是在之前 刚刚冲入第三层时 在那鬼母与公孙瓦尔的激战中 有了伤势 虽不严重 可也需要疗伤 向着出口的方向急迟 一方面 他们要离开这生命禁区后 找地方疗伤 另一方面 也需确认方向 搞清楚 这里到底是那一脉的生命禁区 找到附近的源头宗门后 利用那里的传送阵离去 一路上众人大都沉默 心情压抑 云雷双子 临先上人 还有牵轨子 作为三脉的天人 他们也都有伤在身 此刻内心思绪繁多 实在是这一次的试炼 其变化之大 隐秘之深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可很快的 随着众人渐渐到了 此处生命禁区的尽头时 看着尽头处的冰雪大地 感受着四周的寒气 云雷双子明显愣了一下 不但是他二人如此 人群内的那些北脉修士 也都目中慢慢露出惊喜 北脉 这里是北脉 我感受到了北脉的寒灵气息 这片生命禁区 赫然是 靠近北脉 白小纯原本情绪有些低落 显得无精打采 可就在这一瞬 他忽然神色一变 猛地低头看向自己储物袋 怎么了 杜灵飞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白小纯深吸口气 避开这个话题 心中却早已掀起了大浪 实在是在方才那一瞬 他感受到储物袋内有所波动 灵溪老祖给他的那口观果内 那沉睡的女婴 居然传来了一丝 饥不可闻的喃喃之音 家的气息 第954章 不善北脉 白小纯不认为自己听错了 无论是脑海之前呢喃的声音 又或者是来自储物袋的波动 这无不表明自己绝对没有感受错误 他居然醒了 白小纯内心一动 神识分出一缕 融入储物袋内 直接就向着那观果查看 只是无论他怎么看 观果内的女婴依旧是闭目沉睡 没有丝毫生机传出 而如今四周人有太多 白小纯也不好将其取出仔细查看 只能忍下内心的疑惑 抬头时 向着眼中带着关切的杜灵飞摇了摇头 我没事 你当然没事 怎么的 来到我们北脉 就立刻色变 莫非白小纯 你怕了不成 白小纯话语刚出 杜灵飞还没等说话 一旁的云雷双子就冷笑起来 云雷双子已经忍了好久了 白小纯这里杀了他的爱徒 这本就是生死大仇 可却因对方说出的身份 使得云雷子这里心神颤抖 不但不敢追杀 甚至还担心对方报复 只能忍着羞辱 送出大礼来缓解此事 可随着后面的一系列事情发生 云雷双子身为天人 自然也都看出了天尊的态度 天尊根本就没有把此人看成是女婿 虽此人与杜灵飞关系不一般 可只要天尊不认可 他也就只不过一个天人修饰吧 换了其他区域 我还要对他顾忌一些 如今在我们北脉 此人是龙 也要给我变成虫 云雷双子冷笑 目中寒芒毫不掩饰 的确如他所想 在这北脉区域 他的宗门范围之内 对于白小春 他不说能将其碾压 也相差无几 随着云雷双子话语传出 周围的四脉修饰 纷纷神色变化 南脉与西脉目光闪动 没有开口 也不愿参与进去 可北脉却不是这样 几乎所有的北脉修饰 此刻都精神抖擞 在那寒气下 好似秀位运转都加快了不少 看向白小春等人的目光 也都因云雷双子的态度 从而变得不善起来 东脉重修 一个个虽有兴趣 在气势上相助 只是先是经历之前的凶险一幕 随后又身处北脉 使得他们一个个内心 早已到了能承受的极限 面对云雷双子的讥讽 面对北脉修饰目中的不善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必定不甘 可如今 他已没有心情去计较这些 他的心中 婴侯小妹与张大胖的离开而伤感 因之前女婴突然苏醒的一句话 而震撼 他现在想的 只是通过九天云雷宗的传送阵 尽快离开这里 回到东脉 甚至他都不想去星空道集宗了 他只想回到逆河宗 慢慢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所以 这一刻的白小春 他罕见的 没有在言辞上去回应 而是沉默不语 任由云雷双子继续讥讽 任由四周北脉修饰越发不善 沉默中 随着众人向前一路走去 他本想独自离去 也有办法回东脉 可他能走 但东脉的众人却没有这个本事 一旦白小春走了 其他人在这里 怕是更煎熬 甚至很有可能受其连累 眼看白小春不回应 云雷双子冷笑 倒也没有持续不断地讽刺 他也明白 这些人也只不过算是路过此地而已 很快就都会各自传送离去 算他走运 云雷双子目中有杀意一闪 方才在他的想法里 只要白小春敢反驳一句 他就找机会出手 在这北脉 不说将其斩杀 也要让这白小春 重伤至少百年以上 杜林飞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不过 他在看向北脉众人石墓中的冰冷 云雷双子自然也看到了 实际上 这也是他最终没有选择 出手的原因之一 就这样 在北脉激动 其他三脉沉默中 众人一路走出了生命禁区 走在了北脉的天地内 放眼看去 大地一片冰雪覆盖 天寒地洞中 更有呼啸的寒风卷着风雪吹过 苍穹一片昏暗 寒风的咆哮 似乎成为了这世界里 唯一的声响 随处可见的一处处冰山 散出风利与冷寒之意 还有那随风落下的雪花 似不受众人修为的影响 落在了他们的头发上 身体上 久久不容 若是换了凡人在这里 怕是瞬间 就会被冰寒入体 成为僵尸一般的存在 可众人修为最弱的 也都是原因 在这寒风中 倒也无碍 在这漫天的风雪里 遍地的冰寒中 能看到远方有一条金色的大川 正汹涌流淌 直至远方 正是北脉的通天河水 即便是在这能冰寒万物的北脉 这条通天河水 也都永恒流淌 没有被冰封丝毫 北脉 白小纯心中低语 看着四周的这一切 他想到了灵溪宗的来历 想到了寒门 时间流逝 一路众人沉默中速度不慢 化作百多道长虹 呼啸间横穿冰寒大地 慢慢地距离九天云雷宗 越来越近 不多时 一幕浩瀚无比的大宗气象 就漠然间 显露在了所有人的墓中 白小纯抬头时 一眼就看到了 在前方的天地间 在那通天河的尽头处 在那四天地冰寒的源头中 赫然存在了一条惊人的大瀑布 与星空道极宗一样 这瀑布连接了海与河 随着海水轰鸣落下 汇入河中 成为了流淌而去的通天河水 只不过相比于星空道极宗的 瀑布四周的青葱翠绿 在这九天云雷宗 瀑布的周围白茫茫一片 全部都是冰雪覆盖 而在这瀑布的两侧 赫然有两尊巨大的冰雕 这两尊冰雕 瀑布无比 散发出惊人的气势 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 就能感受到 那好似扑面来的压迫之力 踏着冰川大地 那左侧的冰雕 是个一个中年男子 很是儒雅 此刻昂首抬头 遥望苍穹的同时 他的右手伸出 似要去触摸虚无 在他的右手上 并非空无一物 而是拖着一片 瀑布的白云 一看如同一片小的陆地 在那白云上 阁楼无数 更有一道道长虹 在其内进进出出 都是修士 白小纯深吸口气 回忆自己对 九天云雷宗的了解 立刻就认出 这左侧雕像右手 托着的白云 正是九天云雷宗的云宗 那么右侧的 就应该是雷宗了 白小纯目光一扫 看向右侧雕像 这雕像同样是个中年男子 可却没有那种儒雅之感 而是充满了霸道 不怒自威的同时 仿佛全身上下都有闪电游走 而其抬起的左手上 也一样拖着一片云层 这云层是黑色的 浓郁超过了乌云 与白云的范围相差无几 上面同样阁楼伶俐 修士众多 不同的除了云层的颜色外 还有就是 在这黑云中 那一道道好似银蛇般的闪电 数之不尽 仿佛永恒地在其内 不断地诞生出来 游走八方带来雷鸣之音 正是雷宗 九天云雷宗 弟子按照修为不同 一重天最低 九重天最高 而其内宗门 则是分成两部分 分别是云宗与雷宗 白小纯目光 从雷宗雕像上收回 猛地抬头 看向那在两尊雕像 托起的云层更上方 漂浮在苍穹尽头的 一大一小两口 好似宗门之巅的光果 那口大的光果 通体漆黑无比 散发出沧桑岁月之力 似乎存在了太久的时光 在其内 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了天然的波动 应该是如星空到极重的蓝色彩虹一样 属于天人之地 那么上面的小一些的光果 就是半神所在了 白小纯想到这里 目光看向了九天云雷宗 一切全力的巅峰之处 那是一口水晶光果 只有黑色大观的三成大小 可却至高无上 屹立在最高处 散发出笼罩整个北脉的惊人气息 欢迎来到九天云雷宗 云雷双子 眼看四周众人那一个个吃惊的表情 傲然一笑 淡淡开口 四周的北脉修士 也都一个个振奋无比 那种劫后余生回到家的感觉 让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随着云雷双子话语传出 九天云雷宗内 传出破空的嗖嗖声 一道道身影 瞬间从白云与黑云 还有苍穹的黑关中 急速而来 更有天人波动 不断地降临下来 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四道天人波动 其意志影响天意 随着来临 顿时就在这天空上 浮现出了四张巨大的面孔 冰冷地就看向众人 你 就是杀了我北脉弟子的 白小春 好似天雷咆哮 苍穹上的四张面孔中的一位 猛地就开口 声音轰鸣间 他们四人的目光 也都瞬间 落在了白小春身上 来者不善 嚣张无比 白小春眼皮狂跳 第955章 咄咄逼人 这四个北脉天人 三男一女 那女子是个少妇 俏脸带煞 其他三人有两位是老者 还有一人则是中年 看起来很是俊朗 见眉心目 有其独特的魅力 从相貌上看 白小春见过不少 长得漂亮的男修 可与此人比较 都差上一些 单纯从长相上 白小春也都在看到后 心里觉得酸酸的 实在是这中年男子 长得太过俊朗 修为又高 目中炯炯有神 足以让一切女修 被其吸引 这一刻 西脉与南脉的众人 纷纷退后 哪怕牵轨子与林仙上人 也都如此 带着麾下修士远离东脉 赵天娇与白领紧张 宋缺心中有些复杂 一方面他也紧张 可一方面 他又忍不住 想要去看看 白小春如何化解此事 实在是在他感受里 这件事 根本就无法化解 而北脉的天人 估计也不敢斩杀白小春 可将其暴打一顿 显然是在所难免了 事实上 宋缺判断的没错 云雷双子在回来的路上 就已经传音了 所以才有了白小春 刚一到来 北脉所有天人 都齐刷刷降临的一幕出现 哼 我一个人不好出手 可大家一起的话 就没事了 云雷双子冷笑 目中寒芒闪现 白小春压力顿时大了起来 他虽心情不好 可眼下看到这一幕 也都吸了口气 心跳加速 这九天云雷宗不算云雷双子 此刻出现了四位 加上云雷双子的话 白小春也不知道 该算是六位还是五位 可不管怎么算 他也都只能是被虐的份 更不用说天空上 那水晶棺果里 还有位半神 此刻他呼吸微宁 眼看天空上 那四张面孔都看着自己 白小春心头叫苦 如果没有云雷双子在这里 他一定会一脸茫然地 看着四周 要去帮助寻找 到底谁是白小春 可如今 白小春只能深吸口气 目中开始发红 我堂堂天然修为 头可断 血可流 但气势绝对不能耸 白小春内心狂吼 猛地踏出一步 抬起头 全身气势骤然爆发中 一把 搂住了旁边杜灵飞的腰 杜灵飞原本在一旁 也在考虑 该如何帮白小春化解此事 甚至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可还没等他开口 白小春就上前将他搂住 在杜灵飞的一愣中 白小春气势崛起 好似屁腻天下般 居然 在搂住杜灵飞后 当着北脉所有修饰的面 在西南两脉的围观下 在东脉的紧张关注下 直接就在杜灵飞的脸袋上 巴唧 亲了一口 这一幕 顿时让宋缺等人傻眼 云雷双子皱起眉头 其他几个北脉天人 也都诧异 尤其是那位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 更是呼吸猛的 就急促起来 目中似有怒意 就要爆发 媳妇 咱爹天尊大人已经走了 让我们在这里寻查 我记得北脉这里有我们的师兄吧 快帮我引荐一下 怎么说 我们都来到北脉了 要去拜见一下咱们师兄啊 白小春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 大声开口 她话语一出 宋缺直接就吸了口气 赵天娇与白灵 更是眼睛猛的睁大 脑海温鸣起来 而千鬼子与灵仙上人 也都一脸不可思议 云雷双子虽知道此事 可却没想到白小春这里 居然如此无耻地 与自己宗门的半神老祖攀关系 其他北脉天人 也都有些迟疑 实在是杜灵妃的身份 让他们也都忌惮 心中更是对白小春这里 深感无耻 堂堂天人 居然依靠女人 算什么本事 这白小春 果然如传闻那样 阴险狡诈 太不要脸了 面对众人的目光 白小春哼了一声 毫不在意 更有得意 琢磨着 傻子才会在这里 明知道不是对手 还要硬着头皮去打 等待被打得半死的结果 杜灵妃神色略为不自然 脸一下子就红了 趁了白小春一眼 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 忽然地 一声怒吼 从苍穹猛的咆哮传出 白小春 松开你的脏手 随着话语 有天雷轰鸣 只见那位北脉天人里 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 此刻四怒发冲冠 居然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白小春来 齐天人中期巅峰的修为 这一刻毫不保留 全部爆发 好似一道要蔑视的流星 刹那间 就到了白小春的进前 对于眼前 这俊朗男子的突然爆发 白小春也都诧异 来不及多想 他左手猛地抬起 直接向着来临的俊朗男子 一拳隔空落下 轰的一声巨响惊天动地 白小春身体退后数步 那来临的俊朗男子 也面色变化 身体同样退后 与此同时 杜灵妃的脸上 也出现了煞气 漠然开口 冯辰 你要干什么 灵妃 这小贼居然当我面赶 对你亵渎 今日我必杀他 那叫做冯辰的俊朗中年 此刻目中怒火燃烧 指着白小春 杀鸡强烈无比 白小春有些发猛 听到此人对杜灵妃的称呼后 他眨了眨眼 看向杜灵妃 你们认识 杜灵妃正要解释 冯辰已再次一晃 冲向白小春 这一次不但是他出手 其他几位天人 也都目光一闪 竟同时走出 直奔白小春 速度之快 刹那就临近 白小春呼吸跟着一鸣 他感受到了这几位 对自己的杀鸡 且四人同时出手 封锁了他的四周区域 使得白小春无法闪躲 危机关头 他猛地就嘀吼一声 身体咔咔声下 直接就展开了人山绝 汉山状骤然发动 不死静也随之展开 轰鸣中 更是五倍不灭地权 被他毫不迟地直接施展开来 这片冰寒的天地 此刻似乎更为酷烈了 八方轰鸣中 那惊天动地的一拳 让北脉四位天人 也都为之色变 可却没有后退 权力出手之下 竟硬生生对抗 轰轰之声中 白小春身体猛地后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云雷双子突然临近 这一次 竟是六大天人 联手镇压 先是从天意去镇压 如风了白小春 那从天地内吸来灵力 使得其神通 可大量施展的基础 眼看危机 白小春咆哮一声 体内一滴不死血凝聚 随时准备碎裂 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既然这些人 如此欺人太甚 他只能去施展 那不受控制的神杀之法 你等三脉 立刻退后 白小春大吼一声 就要展开神杀 而这一切 从北脉出手直至现在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杜铃飞神情交集 猛地看向水晶光果 高声开口 周师兄 小妹带人到来 你就这样招待吗 试炼之地生死有命 这是我父尊的规定 莫非你北脉要公报私仇 几乎在杜铃飞开口的瞬间 那水晶光果内 突然就传出了笑声 这笑声回荡八方 苍穹色变中 一个少年的身影 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天地间 他右手抬起一挥 看似无力 可却刹那间 在白小春与北脉天人中间 凭空地爆开 轰的一声巨响 北脉六人 竟被直接压下所有神通 身体更是被一股柔和之力推动 倒退开来 可白小春那里 却不是这样了 他的神通被强行压下 推动之力更是狂暴 在他身上直接炸开 白小春闷哼一声 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蹬蹬蹬地退后 气息粗重 红着眼猛地抬头时 他看到了天空上的少年身影 那一身半神波动 汉人心魂 白小春面色顿时阴沉 方才那一击 若非是他肉身强悍 怕是此刻必定被重创 苍穹中的少年 看了白小春一眼 收回目光后 笑着对杜灵妃缓缓开口 小师妹 怎么如此和四师兄说话呢 罢了罢了 我也不去计较这些 来人 开启传颂大阵 送三脉修士 回其宗门 少年摇了摇头 随着话语传出 很快地 立刻就有九天云雷宗的长老 开启了传颂大阵 随着轰鸣声回荡 千鬼子与灵仙上人 都恭敬地向着少年拜见后 带着麾下修士走入大阵 传颂消失 带着宋缺等人 在四周北脉修士的 讥讽与冷笑中 在那几个天人墓中 没有掩饰地杀一下 正要走入大阵离去 可就在这时 突然地 一股比之前半神少年 还要强烈地波动 直接降临九天云雷宗 半空中的少年一愣 杜灵妃也都正住 白小春等人立刻抬头 看去时 众人顿时就发现 居然有一个巨大的符文 凭空地从天降临 在半空中 这符文破碎 可却有撼动天地的威严之声 回荡八方 封白小春为使者侍卫 辅助通天使者杜灵妃 与北脉寻查 第九百五十六章 约法三章 这正是天尊法旨 此刻随着法旨一下 白小春愣住 北脉愣住 宋缺等人也都愣住 杜灵妃与那位半神少年 也都若有所思 四周也都安静下来 半晌之后 白小春才好似 从那愣神中苏醒 他的额头顿时就流下汗水 他知道这北脉上上下下 都看自己很不顺眼 本以为可以走了 没想到 如今居然被留下 那个 我不适合呀 咱们一起回东脉吧 白小春都快哭了 赶紧一晃 就要踏入阵法 可他身体刚一动 半空中的半神少年冷哼一声 右手抬起一指 顿时一股束缚之力 直接就让白小春寸步难行 白小春紧张无比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宋缺等人 此刻一个个 都在偷偷看了看白小春后 快速无比地踏入阵法中 眨眼间 东脉众人 已都传送离去 眼下的北脉宗门内 就只剩下了白小春一个外宗之人 孤零零站在阵法旁 他的四周 都是虎视眈眈的九天云雷宗修士 尤其是云雷双子等天人 此刻一个个嘴角的戏血与冷笑 越发强烈 至于白小春的身份 若他被封为使者的话还好 可只是被封为侍卫 那么 九天云雷宗 在处理白小春的事情上 就有了太多的主动与强势 没想到 你居然被留下了 白小春 好好享受你 在我九天云雷宗的日子吧 不管你在东脉如何嚣张 在我北脉 你都要给我们低头 云雷双子等人 淡淡开口 他们已经想好了 虽杀了白小春不可能 但在自己家里 他们有着强势之处 有太多的办法 去折磨与刁难 四周的北脉修士 也都轰然大笑 这种没有任何后果的 去嘲讽一个天人的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 从未有过 实在是白小春在试炼之地 杀了雷原子 又与云雷双子结仇太深 使得整个北脉 对他这里都敌视满满 这一点白小春也知道 眼下心底哀嚎 我不想留在这里啊 杜林飞苦笑一声 他也想不通 父尊那里为何要如此 实际上他之所以来北脉 是因其父有事情交代 可他没想到 白小春居然也被留下 此事他没办法去改变 只能用目光去安慰白小春 就在这时 北脉天人中的逢尘 冷冷地看了白小春一眼后 目中有阴冷 一步走出 向着半空中的半神少年 以及杜林飞 各自一拜 抬头时 声音朗朗 老祖 这白小春既被册封为通天侍卫 留在我北脉自然可以 不过 鉴于此人的危险性 我建议 从这一刻开始 对此人限制出行 白小春想要抬头去反驳 可如今被半神束缚身体 动都不能动 更不用说开口了 只能在心中大骂起来 有道理 这么一个外来的天人 哪怕身份是侍卫 也不能任由其在我宗内横行 没错 老祖 这白小春一看就心怀不轨 还是将其限制一下为好 其他几个天人 尤其是云雷双子 立刻认同 纷纷开口 白小春着急了 杜林飞也皱起眉头 逢尘眼看半神老祖 虽没有同意 可却也没打断自己的话语 内心立刻有了领悟 微微一笑 抱拳再次一拜 老祖 我有一个提 要对这白小春 在我九天云雷宗内 约法三章 其一 他没有资格居住在黑关中 只能在云宗居住 且不能离开云宗范围半步 为者 关押雷宗雷劳 这句话一出 白小春内心狂跳 气血上冲 内心的咒骂 已经强烈无比 至于逢尘 显然能猜到白小春此刻的憋屈 他不但没有 不去看白小春 反倒转头 盯着白小春的眼睛 淡淡开口 其二 他不能在我北脉炼丹 此人的丹道诡异 能灭一个源头宗门 所以 必须要对其限制 一旦他违反 就不是关押雷劳那么简单了 我建议 直接斩杀 这句话一出 顿时一股肃杀之意 笼罩四方 白小春心头狂颤 顿时委屈 他琢磨着 自己经历了星空到极宗的事情后 已经不打算炼丹了 至于其三 哼 我北脉的天地灵力 属于我北脉修士 岂能让其他脉的人吸收 所以这白小春在我九天园雷宗 只要敢吸一口我们的灵力 就要被关押雷劳 这约法三章 残酷无比 苛刻至极 随着传出 四周北脉修士 都觉得这三条 几乎封死了白小春一切的路 云雷双子也都吃惊 看了看逢尘 心中自然也是同意的 且逢尘的话语有理有据 更是一副为北脉考虑的样子 就算是最不合理的第三条 也让所有北脉修士 都觉得就该如此 北脉之人 吸收北脉天地灵气 你一个东脉天人 来也就罢了 凭什么抢夺我们的灵气 白小春 此刻已经彻底抓狂了 她的呼吸急促 她的身体在这被束缚下颤抖 她的目中出现了血丝 她的内心早已咆哮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可她没办法呀 她不知道杜灵飞在北脉有什么任务 可知道天尊这么做 一定是报复自己在试炼之地 去拍了她脑袋的事情 冷冷地看着冯尘 杜灵飞的脸上 毫不掩饰地露出怒意与煞气 她淡淡开口 此事荒谬 身为通天侍卫 被如此约法三章 可笑至极 冯尘迟疑了一下 没有说话 可半空中的半神少年 却是笑了起来 我倒觉得还不错 就这样吧 四师兄你 杜灵飞顿时着急 小师妹 我不知道你与这白小春什么关系 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他身为侍卫 除非他杀了我北脉弟子 否则的话 是不会死在这里的 另外 有一点 我要提醒你 这里 是北脉 半神少年含笑 缓缓开口后 转身一晃 消失在了天地间 随着他的离去 白小春身上的束缚 也彻底消失 他猛地就抬起头 气呼呼的同时 看到了杜灵飞的维护 也看到了半神少年的冷淡 心底也生起无奈之意 罢了罢了 我就老老实实地 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希望小杜杜的巡查快点结束 白小春长叹一声 杜灵飞神情忧虑 面色变化 他知道 因父尊的受伤 因这一次试炼之地的难看 恐怕心中有不满的 不仅仅是这北脉半神一个人 就这样 在无法改变的结果中 白小春哭丧着脸 被送去了左侧雕像 托起的白云上 九天云雷宗给他准备的居所 竟只是一重弟子的巫舍 简陋至极 四周更是偏僻 白小春在看到后 长叹一声 愁眉苦脸地就注了进去 时间流逝 很快数日过去 白小春要抓狂了 他发现自己 无论在这云宗走去哪里 都有人盯着自己 那些明明修为低弱 自己一口气就能灭了的北脉修士 居然也都目光嘲讽 如看阶下囚一般 这种违背了强者为尊法则的事情 在这北脉 处处可见 而一旦自己到了云宗的边缘 天人神识就瞬间锁定 四只要他踏入一步 就会降临下来 将其关押 他甚至都不能去修炼 实在是在他的四周 无时无刻都存在了监视的波动 他一旦修炼吸收天地灵力 就触犯了约法三章 这限制 是白小春从来没体会过的 他内心的憋屈 已经快要受不了 甚至他感觉 这恐怕是自己这一生 唯一的一处 自己炼丹之下 不但不会有内疚 反而会期待多多出现意外的地方了 可偏偏 这些家伙也限制了我炼丹 第957章 天尊守徒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白小春眼看如此 心头有种好似自己被困在了绝地之感 对这九天云雷踪 已经是怒激无法形容了 可他没办法 六位天人联手 他打不过 对方还有半神老祖 这一切 让白小春只能去忍 我人 白小春狠狠地抓了一把头发 他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 此刻长叹一声 坐在那里 看着远处的天空 整天的发呆 月月长空觉 无法修炼 不死血 也没有足够的生机 来修炼 白小春每天除了发呆 就是发呆 直至杜铃飞到来 看着白小春那披头散发 发呆的样子 很是不忍 小春 你再等等 在这里千万不要惹事 我这次外出去 完成父尊交代的任务 我会想办法尽快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杜铃飞轻声开口安慰到 白小春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没理会杜铃飞 继续看着远处的天空发呆 杜铃飞轻叹 看了看白小春 沉默了许久 才转身离去 飞出宗门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数天 白小春这里依旧发呆 渐渐地北迈那几个天人 发现白小春如此老实后 也都冷哼 可监视却没有少 白小春无法不发呆 实在是她觉得 自己在这北迈 如果不发呆 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 她甚至不断地召唤小乌龟 可小乌龟却杳无音讯 至于光国女婴 白小春也不敢取出 实在是她这里每天都被人监视 很不方便 这一天 在白小春已经发呆了半个月后 天色到了黄昏 看着远处暗红色的天际 白小春习惯性地呆呆地坐着 看着太阳落下 正准备去看月亮升起 可就在这时 忽然地 她的脑海中 猛然间就有一声轻微的叹息 悠悠而起 随着叹息 她的储物带内 再次有波动散出 家的气息 这句话一出 白小春呼吸猛的 就是一宁 可却强行让自己看起来 还是呆滞着 但脑海中却是激起千层浪 内心有些激动 是你在说话吗 真灵 白小春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在脑海散出自己的意识 可等了许久 也不见有回应 白小春交集中 琢磨着 要不要冒险取出棺果看一看 可就在这时 她的脑海里 那悠悠之声 再一次传来 是我 谢谢你 让我再次感受到了 家的气息 白小春精神一震 实在是她这段时间 无聊到了极致 眼下突然发现 真灵女鹰居然苏醒 她内心激动之余 赶紧传出意识 没有百息丹 你也能苏醒 苏醒的不是我的身体 而是我的意识 北脉 我曾经的家 这里的气息 对我的帮助很大 长久的积累 可以代替一枚 百息丹的药效 不过 我的意识也无法苏醒太久 女鹰的声音 断断续续 在白小春脑海里回荡 家的气息 我曾听灵溪老祖说过 灵溪宗 曾经就是这北脉的源头宗门 叫做寒门 白小春生怕对方又沉睡了 赶紧没话找话地说了起来 寒门 女鹰似笑了起来 只是那笑声里带着苦涩 更有追忆 是啊 寒门 曾经的我 身为天尊的第一个弟子 为他征战魁皇朝 斩杀数位天王 直至将魁皇朝赶出通天河 随后 我又为他镇守北脉通天区域 创建了北脉源头 寒门 白小春原本只是阴无聊 而女鹰苏醒 她的想法是 彼此沟通一下 实际上也没有去探索以前事情的想法 可却没想到 她只是一句话 在自己毫无准备中 这女鹰居然就道出了 这么一个如惊眉般的隐秘之事 啊 白小春一愣 她怎么也没想到 女鹰居然是天尊的第一个弟子 这就让白小春心头狂震 联系四大源头宗门的半神 都是天尊的弟子之事 白小春立刻就觉得 女鹰所说 十有八九是真的 那你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没有说完 是想问 我既然如此身份 又为何寒门会被这九天云雷宗取代吗 那自然是 天尊之意了 否则的话 周到一当时遂为半神 可凭他 岂能是我的对手 白小春睁大了眼 呼吸急促 实在是这女鹰所说的消息 太过让他震惊了 他想知道 到底这寒门半神强者 做了什么事情 会让天尊 居然无视师徒之情 将其斩杀 而明明被斩杀 为何还有这仿佛 残魂般的女鹰留下 白小春的想法 似被女鹰察觉 他沉默半上 忽然开口 小子 给你一场绝世造化 你敢不敢要 有危险吗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试探地问道 这句话一出 那女鹰的声音 近半主箱都没回应 许久之后 她的语气带着波动 回荡在白小春的脑海里 我很怀疑 灵溪宗怎么会 把我所在的光果 交给了你 白小春有些尴尬 赶紧解释了一下 这个 可能正是因为 我做事情比较稳妥吧 哈哈 白小春干笑几声 当年天尊欲杀我 而我也早有准备 所以 本尊虽死 可却有分魂留下 夺涉真灵之体 才抹去了一切气息 使得天尊没有察觉 女鹰没理会 白小春的回答 淡淡开口 而我当年的准备 也并非是一具真灵之体 还有一件世界之宝 可惜 当年这件世界之宝 还没有运化完成 否则的话 或许那一战 以当时天尊的修为 胜负未知 世界之宝 白小春没忍住 问了一句 以整个北脉大地为基础 在寒冰深处 将北脉大地练化 可以说 整个北脉无限辽阔的大地 就是磁宝的本体 这样的宝物 我称呼它为世界之宝 你能理解吗 女鹰缓缓传出声音 这声音内 带着一股霸道 更有无上威严 白小春燕珠子 都快要掉下来 差点失声惊呼 把北脉大地 炼制成一件宝物 这 北脉那么大 白小春彻底猛了 她知道北脉之大 与东脉一样 可以说 这就是一片大路 而如今 这女鹰所说 其当年是要把北脉 炼成法宝 虽还没有完成 可却完成了大半的样子 这对白小春而言 哪怕她是天人 也都觉得好似天方夜谭一般 天啊 我只是无聊找人解闷而已 没想到去探听这么大的消息啊 白小春觉得脑海嗡鸣 实在是对方所说的这个法宝 让白小春觉得匪夷所思 她不由地低头看向大地 如今 我能感受到 在经历了多少年后 这件法宝 已经成行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让我与这件法宝 进行最后的融合 我将成为此宝的气灵 而作为报答 这件法宝将属于你 任你为主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杀了天尊 此宝威力无穷 一旦动摇 就可将北脉 从通天世界分割出来 拔地而起 化作一把冰寒大剑 而北脉所有修饰 所有生命 所有在这多少年来 与此地诞生之人 他们不会死亡 而是会活在这法宝的世界内 你成为了此宝的主人 那么间接的 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主人 同时 在我融合此世界之宝的过程中 在此宝的内部 也因这无尽岁月 积累了悠久的天地灵气 可被你吸收修炼 能让你的修为 在短时间内 爆发到极致 成为半神 不是不可能 这就是我给你的两大造化 那么现在 你告诉我 这造化 你敢不敢要 女鹰声音斩钉截铁 似其性格本身 就是极为果断之人 第958章 我卖药 白小唇呼西蒙的急促无比 眼睛内露出强烈的光芒 一听到这两大造化 白小唇脑海里 顿时就幻想出 自己手握北脉大地化作的大剑 横扫天下 无数修为比自己弱的强者 都充满敬畏 或是狂热地看着自己的一幕幕 那简直就是人生巅峰 白小唇相信那个时候的自己 一定会仰天大笑后 小秀一甩 抬起下巴 淡淡地说一句 我白小唇甩秀间 天地一切灰飞烟灭 随后 她的脑海里画面再变 变成了自己成为了 北脉世界之宝的主人后 脚踏云雷霜子 怒指逢尘 同时 北脉半神少年在自己身边 双手插入袖口 低眉顺眼的一幕幕 这一切 让白小唇不由地激动了 她神情兴奋 但却迟疑了一下 实在是她觉得不问清楚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她总觉得不稳妥 另外 白小唇觉得 这种事情 自己不能给人感觉太急切 应该矜持一下才对 于是她倾咳一声 在脑海里传出意识 此事吗 白某 白小唇刚说到这里 那女婴的声音 直接将其打断 我无法苏醒太久 需沉睡一段时间 才可再次苏醒 在我下次苏醒时 告诉我你的选择 说着 女婴的声音逐渐微弱 很快地就如当初般 消失无影 啊 白小唇一愣 又在脑海里呼唤了几声 始终不见女婴回应后 她挠了挠头 确定了这女婴 的确是又昏迷了 这昏迷得也太快了 我还没说完啊 白小唇心里痒痒的 实在是之前 女婴所说的造化 让她心动得不得了 可如今没办法 这女婴虚弱 只能等她再次苏醒时 才可继续沟通 白小唇叹了口气 琢磨着 这是不是女婴故意的 脑海里也在仔细地 分析此事 思索下一次 对方苏醒后 自己该如何开口 有了这件事情 去打发时间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 白小唇看似发呆 可实际上 脑海里都在分析 这件事情的利弊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十天 白小唇等啊等啊 可直至等到了现在 心里好似有蚂蚁在爬 有些着急 与此同时 她这段时间 在北脉的云宗内 倒也安分守己 一没有离开云宗半步 二没有炼丹 三没有吸收天地灵力 这么老实的样子 使得北脉众人 哪怕再看她不顺眼 可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发作的地方 不过该有的监视 依旧没少 北脉六位天人 都时而锁定白小唇那里 还有云宗上的无数弟子 也都在彼此的议论中 不时在冷笑中 将目光凝聚白小唇所在之地 就算是在外面 这白小唇如何嚣张 可到了我北脉 也要低头 欺负天人的感觉 还真不错 天人又如何 在我北脉 还不是要被限制一切行动 你们没看到 那白小唇委屈的样子 笑死我了 这白小唇 我以前也听说过 都在传他身上有竭力 走到哪里 就会让哪里一片浩劫 我还以为有什么三头六臂 或者是非凡之处 如今看来 不过如此 这些言论 在白小唇来到北脉后 就始终没有停下 不断地被人议论纷纷 白小唇这里 有心不去听 可他天人神识一扫 这些言辞 就不断地涌现在耳朵里 太过分了 我都这么老实了 居然还在讽刺我 白小唇越听越是生气 再加上女婴始终没苏醒 白小唇觉得 在这北脉 简直是度日如年一般 不行啊 在这里 没自由也就罢了 可我要修炼啊 白小唇以前没觉得 自己是这么喜欢修炼之人 可如今 在这被限制的北脉 他很怀念修炼 实在是每次修炼一闭关 就好似睡觉一样 时间都过得特别快了 不死血需要生机 这里也没有资源 金色海骨又才不能露白 而日月长空觉 需要天地之力 这北脉的人 又不允许我吸收 白小唇有些抓耳挠腮 他觉得 这是一个死循环 怎么也无法去破开 渐渐的 他的眼睛有些发红 他的呼吸急促 脑海里面头急速转动 不断地琢磨 如何去在不违反 约法三章的情况下 还能让自己修炼 数日后 白小唇猛地抬头 头发散乱着 目中虽血丝弥漫 可却露出了激动的光芒 他一拍大腿 大笑起来 我白小唇真是个天才 哈哈 不让我离开云宗 我就不离开 不让我吸收天地之力 我就不吸收 哼哼 不让我炼丹 那么我也不炼丹了 我卖丹药总藏了吧 白小唇有些激动振奋 这是他想到的办法 他准备去卖丹药 换灵石 如此一来 就可通过灵石 去修炼日月长空觉 至于修炼的速度快慢 这要看他换来的灵石多少了 寻常的丹药不好卖 不过有两种丹药 一定有削弱 白小唇神情激动 一拍储物袋 取出了两个丹瓶 看着面前的两个丹瓶 白小唇心头火热 满是自豪 发青丹 人人都需要 置换丹 只要吃上一粒 保管就离不开了 白小唇感慨 琢磨着 好在自己在星空道集宗时 炼了不少丹药 这两种丹药存量足够 否则的话 在这被严格限制的北脉 他还真的没有出路了 至于如何去卖 白小唇也想好了 不能只卖这两种 还有加入一些其他的物品 一起去卖才可 想到这里 白小唇忽然又迟疑了一下 可想到北脉这些天过分的做法 那些弟子对自己的讥讽 还有寒门与九天云雷宗的血仇 白小唇就狠狠一咬牙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他猛地冲出巫舍 刚一走出 立刻就被所有看到的北脉修饰 用目光锁定 那些目光里嘲弄居多 冷笑不少 的确如他们所说 这种欺负天人的机会 对北脉而言 还是首次 也让他们乐在其中 尤其是半神纵容之下 这些弟子自然毫不畏惧 白小唇不在意 他此刻反倒觉得 关注自己的人越多越好 于是专门去了一些人多的地方 在吸引了足够的关注后 白小唇大摇大摆地 来到了云宗内 平日里人数最多的试炼广场 此地有九扇大门 通往云宗开辟出的九处秘境 供弟子前往修炼 与星空道集宗一样 在这九处秘境里 都有排名 使得门内弟子相互之间的竞争 很是激烈 找了一处区域 白小唇带着七代 盘西坐了下来 面前铺开一张白布 上面放着一些 他储物带内的法宝 单药 等等杂物 可却没有发情单 与置换单 随后就开始等待顾客上门 白小唇这一番行为 立刻就吸引了 四周北麦弟子的注意 一个个在看到后 都愣了一下 随后有不少 直接就哄堂大笑起来 全在摆摊 堂堂天人 居然摆摊 看来是我们把他逼急了 无法离开 无法炼丹 无法修炼 他如今只能去卖东西 不但是这四周的 北麦修士嘲笑 甚至天空上 那黑棺内的云雷双子等人 也都在这一刻 神石降临 第959章 约法四章 实在是他们 也没有那个时间 整天关注白小唇这里 在他们看来 约法三章下 白小唇就算是有翻天之力 也都要在北麦缩着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 白小唇每天一早 都来到这里摆摊 虽半个月的时间 他几乎没卖出什么 可他依旧兴致勃勃 坐在那里 很是热情地 向每一个来他面前的 北麦弟子 介绍他的法宝 以及丹药 直至有一天 他察觉到 北麦的天人神石 没有注意到自己这里后 白小唇对在 站在自己摊位 正翻看丹药的 一个魁梧的大汉 低声开口 小兄弟 我这里有些特殊的丹药 你要不要看看 白小唇眨了眨眼 这大汉已来了三次 白小唇也观察了许久 确定此人没问题后 这才低声说道 什么丹药 大汉立刻警惕 冷笑起来 白小唇右手抬起一番 他的手中出现了 一枚置换丹 置换丹一出 其上那股特殊的气息 立刻让大汉愣了一下 呼吸微微急促 目光一闪 静一把从白小唇手中 将这丹药拿走 也不问价格 扔给了白小唇一块零食 转身就走 一块零食 买一枚置换丹 连成本都不够 这大汉显然是认为 白小唇这里 如今被北麦镇压 他能买就算是不错了 这种心态 实际上不仅仅是他这里 整个北麦大都如此 白小唇笑眯眯地将零食收起 也没在意 继续坐在那里 时而吆喝起声 只要找到机会 就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 向着他被他观察过 认为没问题的北麦弟子 贩卖发情丹与置换丹 这北麦虽对我敌意满满 可我还是很有道德的 发情丹卖女不卖男 置换丹卖男不卖女 白小唇感慨 他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 就是太善良了 此刻摇头时 他对这面前 一个身体很粗壮 满脸横弱的女修 低声开口 有心仪的难修吗 一枚发情丹 帮你塑造美好姻缘 那满脸横弱的女修 狐疑地看着手中的发情丹 那粗大的手指 四轻轻一捏就能捏碎 吓得白小唇赶紧阻止 低声说道 别在这里捏呀 算了 我不卖你了 白小唇话语一出 那女修赶紧退后 飞速地扔给白小唇一口袋零食 目中带着激动 转身就跑 白小唇有些傻眼 迟疑了一下后 拿着零食 又在自己卖出的丹药里 加上了绝情丹 如此一来 在贩卖时 她的介绍又多了一套 听说过我的发情丹吧 不要害怕 我这里有解药 一枚绝情丹 保证你在发情丹下 可以不受丝毫影响 我和你说 你们云宗几乎所有强悍的女修 都来买过发情丹了 自己小心啊 这三枚丹药在卖出时 白小唇已经很小心了 选择的买家 都是她观察了许久后 才卖出的 所以 这三种丹药的流入云宗 自然不是红红火火 轰轰烈烈 但却说得上是润物系无声般 渐渐地 在云宗内流传开来 几乎所有买了置换丹之人 往往都在数日后 带着某种陶醉与控制不住的激动 再次找到白小唇 购买之换丹 而价格 也是一次比一次高 不过白小唇每次卖出丹药 都会提醒对方一句 告诉一下丹药的后患 这倒也不是 她对北脉有富人之人 而是身为丹师的德行 我炼丹出问题 是冥冥中存在了我所不知晓的变化 可成品的丹药 我有必要在卖出时 告知对方需要注意的事情 白小唇深以为然 至于发情丹也是这般 连带着绝情丹也都水涨船高 在这云宗内 暗暗地散了开来 实在是这两种丹药 对于修饰的吸引太过惊人 发情丹是本能的需求 而治换丹则是精神上的梦幻 而绝情丹 不但能解发情丹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 也能解治换丹 这就让此丹的销量 也一样高了起来 除了绝情丹外 其他两种丹药的来历 也慢慢地被云宗之人知晓 明明知道那治换丹 如同毒药一般 不是什么好丹 可还是有不少人 要么是不服气 要么就是在尝试之后 如上瘾一样 偷偷来买 还有几位云宗的丹道大师 更是在察觉了此事后 也通过一些方法 弄来了丹药 开始研究 其中一位云宗的丹道 泰斗般的大师 名为欧阳德 身为云宗第一丹师 他对于治换丹 与发情丹的了解 超出其他人 之前这白小船来北迈时 我就想亲自研究 一下此人的丹药了 如今正是机会 欧阳德冷笑 看着手中的一枚治换丹 我倒要看看 这区区一枚治换丹 到底有什么惊人之处 这欧阳德很是自信 开始研究 只是他用了 所有自己掌握的丹药知识 也都无法看出端倪 这就让他很是不甘 想要知道奇缘理 只能去亲自尝试一下了 欧阳德沉吟许久 凭着他对自己丹道的信心 凭着他也有一枚绝情丹 一旦不妙 可以尝试解开 于是 他竟将一枚治换丹 吞入口中 在这丹药融化的刹那 欧阳德全身狂颤 身体哆嗦中闭上了眼 整个人好似恍惚起来 手中拿着的解药绝情丹 也无意中松开 滚在了地上 直至三天后 他全身汗水浸透全身 慢慢睁开眼睛后 他如同傻了一样 在那里发呆了许久 口中才难难地说出了四个字 得道成仙 如欧阳德这样的人 在云宗有很多 几乎绝大多数的云宗弟子 在吃下治患丹后 都本能地不愿吃解药 来放弃那种精神上的荒诞与美好 渐渐地 发情丹卖出的数量 都远远不如致患丹 这致患丹的出现 似形成了一股 正在酝酿的风暴 于云宗急速地扩散 越来越多的弟子 从开始地偷偷来买 直至变成了光明正大的到来 尤其是那位欧阳德 在感受了白小纯的致患丹后 居然一口气来 白小纯这里买了大把 珍藏起来 而白小纯的收获 也与日俱增 获得的零食数量之大 让白小纯也都激动 可以重新地 去修炼日月长空诀了 可他也知道 此事只能瞒一时 瞒不了太久 估计很快的 这件事 就会引起北脉天人的注意了 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 只不过爆发的时间 比白小纯预计的 还要快了不少 实在是这只患丹的 扩散速度太快了 吃一枚就上瘾 整个过程 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云宗弟子 几乎有一大半 都对致幻丹迷恋无比 而风暴 也因弟子太多 总是有那么几个 会在不留意下 出现意外而爆发开来 有那么几位 在吃下致幻丹后 没有控制住脑海里的 愉悦与幻想 也没有听从白小纯 让他们必须在自己的 洞府内吞丹的约定 冲出了洞府 在云宗内四下狂吼 飞呀飞呀飞 我是一只大鸟 我终于成为了半神 打我 快来打我 这一幕幕 引起了天人的注意 原本只是几个弟子 如失心风一般的事情 可随着北迈天人的调查 最终骇然地发现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云宗居然有大半弟子 都吃过致幻丹 此事所引起的震惊与轰动 立刻就让北迈天人 升起滔天怒火 他们立刻就下令 将这致幻丹列为禁药 但凡有人继续吃致幻丹 将被赶出宗门 这条禁令一出 云宗弟子人心惶惶 也不知谁开的头 居然联合起来 去找白小纯 白小纯 你无耻 骗我们吃下致幻丹 没错 这一切都是白小纯的原因 该死的 你把我的零食还给我 是他让我吃的 若不是他 我根本就不可能 去吃这该死的致幻丹 云宗众人 有的是因为害怕 有的是后悔 这段时间花出的零食 种种原因 使得他们立刻就将矛头 对准了白小纯 此刻浩浩荡荡 杀向白小纯那里 而北迈的几个天人 此刻也都怒火天鹰 云雷霜子 冯尘等人 直接就降临云宗 白小纯 你触犯约定 找死不成 冯尘低吼 轰鸣间 白小纯所在的居所 直接就被众人的神通 刹那崩溃 白小纯狼狈地跑了出来 看着四周众人 他也怒了 我触犯约定 冯尘 你告诉我 约法三章中 我白小纯触犯了哪一条 我离开云宗半步了吗 我炼丹了吗 我牺牲你北迈的天地灵力了吗 我触犯了哪一条约定 来来来 你告诉我 白小纯理直气壮 声音也如雷霆般咆哮 实在是他心底也憋屈得很 此刻抓住机会 大吼起来 你 冯尘一指白小纯 想要开口 可却憋在那里 半上说不出话语 实在是白小纯所说的 的确是那样 约法三章里 没规定白小纯不能卖丹药 云雷双子也怒意弥漫 可却同样心底有火 却抱不出来 白小纯眼看着几个天人 被自己质问地说不出话语 他立刻精神抖擞 猛地看向四周那些愤怒的云宗弟子 还有你们 我问你们 我白小纯逼着你们买丹药了吗 我没有告诉你们丹药的后患吗 我没有卖给你们解药吗 我没提醒你们 吃丹药食药注意的地方吗 你们是欺负我习惯了是不是 忘记了我白小纯 也是天人了是不是 北脉 你们欺人太甚 白小纯将心中压抑了一个月的怒意 眩泻而出 声音带着天意暴如天雷 轰鸣整个苍穹大地 天空上更是浮现出 白小纯那巨大的面孔 使得所有北脉弟子 一个个被白小纯骂得心神震动 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僵持时 忽然地 苍穹上那水晶光果内 传出了那半神少年 冰冷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声音 从现在开始 不是约法三章 而是约法四章 不允许你在北脉贩卖任何物品 如有违反 镇压雷劳 第960章 我还可以种花 半神老祖话语一出 更有一股无上之力 在这苍穹散开 直接就将白小纯的意志面孔 猛地驱除 使得白小纯这里闷哼一声 倒退束步 气势一下子就荡然无存 白小纯气息不稳 猛地抬头 看向天空上的水晶光果 而随着半神老祖的话语 冯尘与云雷双子等人 纷纷看向白小纯实青笑起来 四周的那些北脉的弟子 也都一个个松了口气 之前他们被白小纯压制得有些心颤 此刻半神老祖一句话 驱散了白小纯的气息 使得他们纷纷恢复过来 看向白小纯时都带着厌恶之意 哪怕他们回过头 依旧还是忍不住 会偷偷吃下致患胆 可如今 在天人与半神的意志前 他们表露出的 是对白小纯的深恶痛绝 到了我们北脉 你是天人又如何 这是此刻浮现在大多数人心中的意识 而此事也随着约法三章 变成了四章 算是告一段落 白小纯这里 依旧被限制在云宗 不可外出丝毫 如今又不能继续卖丹药 使得他心中很是不舒服 他奶奶的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北脉在我面前小心翼翼 白小纯越想越来气 不由得开始琢磨 女婴所说的世界之宝 他原本还有些迟疑 可如今这迟疑已经消散了大半 只是他心中还是发愁 所以之前卖单要换来的大量零食 使得他短时间在修炼上 能勉强支撑一下 可也坚持不了太久 白小纯琢磨着在想的法子 既不违反这约法四章 又可修炼 但直至又过去了十多天 白小纯想了许久 也没想到破局的办法 就在这时 女婴第三次苏醒了 随着白小纯脑海里 传来女婴悠悠的声音 正在修炼日月长空觉的白小纯 精神一振 你考虑得怎么样啊 白小纯问言深吸口气 沉默了半晌后 她狠狠一咬牙 在脑海里传出意识 首先 这件事情太突然 平白地给我如此造化 成为你的主人 此事我很难相信 我很怀疑 你别有目的 鉴于你的来历 所以我才勉强相信 其次 你一直都没有说 天尊当年为何要杀你 再有 灵溪老祖尽你为真灵 灵溪的使命 就是为了保护你 可我不是 我的使命 是保护逆河宗 保护亲朋 保护自己 所以 不管你是不是真有其他目的 都不要用在我的身上 否则的话 对你来说 你将因此 惹上天大的麻烦 对我而言 也会麻烦的同时 也让灵溪宗这上万年的守护 成为一场荒诞的笑话 白小纯传出的意识 带着一股决然之意 可实际上在他看来 自己这是在吓唬对方 根本上说 白小纯对此事心里没底 可又忍不住心动 于是这番话语 既是告诉对方 自己已经怀疑 同时也动之以情 是白小纯琢磨了许久 才总结出的一番话 女婴沉默 半晌后 缓缓开口 对我而言 麻烦何在 知道我的真正师尊 是谁吗 白小纯精神一震 他早就猜到 对方或许会这么问 于是当然要将他的恐吓 威慑进行到底了 立刻问道 嗯 女婴一愣 守灵人 白小纯一字一顿说道 他话语一出 就感觉到女婴猛地震动起来 这消息 对他来说太过惊天 可还没等他开口 白小纯再次悠悠说道 知道我的弟子是谁吗 这一代明皇 没等女婴回答 白小纯直接告诉了他答案 这个答案 让本就不平静的女婴 内心再次掀起强烈的波动 感受到了这股波动后 白小纯内心傲然 他觉得自己的背景与身份 不去欺负别人也就罢了 如今在这北脉 居然还被人欺负 心中越发不平 所以 你如果骗了我 你的敌人从此之后 不仅仅是天尊 还有那两位 白小纯缓缓说道 威胁之意 让那女婴也都再次沉默 她有秘法 能感受到白小纯所说是真是假 许久 女婴的声音 在白小纯脑海里 又一次回荡开来 这一次明显地平静了不少 天尊为何杀我 我只是残魂 没有完整记忆 须与法宝彻底融合后 或许能找回全部因果 至于我上次和你说的 成为我的主人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约定 而这个约定 将在你帮我斩杀了天尊后 才可实现 除此之外 我没有任何地方隐瞒你 灵溪宗守护我上万年 我还不至于恩将仇报 我想的只有一个 我要报仇 随着女婴仿佛质地有生的意识传出 白小纯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果断 我同意你的要求 帮你融合世界之宝 不过斩杀天尊之事 先不说我修为不够 另外 我与天尊没仇 我也不想骗你 我很难做到 你会的 女婴四笑了 那笑意有些意味深长 让白小纯一愣 正要追问 可女婴却避开了这个话题 没有多说 而是说起了 关于融合世界之宝的事情 北脉是我的家 我当年在北脉诞生 此地的寒气对我而言 就是这世间最大的滋养 想要融合世界之宝 需要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 是去世界之宝的入口 那入口不在此宗 而是在北脉冰原上 实际一到 我会告诉你具体的位置 白小纯目光一闪 她坐视向来追求稳妥 如今也是被北脉压迫的厉害 才匆匆决定了此事 可实际上 心中依旧还有疑惑 可却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 女婴的那句 你会的 这三个字 让白小纯的心 升起了莫名的不安 其二 开启世界之宝的大门 需要我真灵之体 苏醒百息以上 才可有足够的时间 去支撑大门的打开 所以 我需要你为我凝聚 足够的北脉寒气 女婴说到这里 白小纯储物带猛的震动 她神识一扫 立刻看到 从女婴所在的棺果内 居然无中生有一般 凝聚出了一片绿色的树叶 这树叶飘出光果 飘出橱物带 落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寒气 白小纯有些迟疑 约法四章里已经说了 她不能去 吸收北脉天地灵气 白小纯想了想 琢磨这寒气应该不算吧 毕竟天地灵气 来自于通天海 而这寒气 则是来自于北脉的整个冰原 在白小纯这里思索时 女婴的声音 依旧在白小纯脑海里回荡 将吸来的寒气 融入这树叶内 当这片树叶成为了冰叶时 其内蕴含的寒气 就可以支撑我 苏醒百息左右 当你做到了这一切 就是我们 去打开世界之宝的一刻 至于如何收集寒气 算是我给你的考验吧 女婴说到这里 气息再次虚弱下来 我的神魂已虚弱 要重新沉睡 只有当你这片树叶化作冰叶 融入光果时 我才会再次苏醒 希望你好自为之 这句话说完 女婴的气息彻底消失 白小纯眨了眨眼 在确定这女婴气息消散后 她松了口气 之前的一切 她是以恐吓为主 实在是她也不想与这女婴 因这件事情出现可能的局域 的确如她所说 这对她 对她 对逆河宗 都不是好事 白小纯看着手中的树叶了 不再去考虑女婴的事情 毕竟所有的事情 都要等这叶子成为冰叶后 才会进行 这叶子 怎么吸收寒气啊 白小纯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地面 云宗是建立在一片浩瀚的白云上 这白云内 同样凝聚了寒气 白小纯想了想 把这叶片放在了地面 看了半天 也不见她吸收寒气 这就让白小纯皱眉了 如果没有那约法四章 她有太多的办法 可现在的话 这件事情就有些不好办了 许久 白小纯叹了口气 正要将这树叶 放入储物袋内 可忽然的 她眼睛直了一下 盯着自己储物袋内 放着的一粒种子 月亮花 我可以把这片叶子 架接在上面啊 白小纯双目猛地一亮 这在古舟上发现的月亮花 白小纯之前曾研究过 得到的结论是 此花在生长时 会吸收四周寒气 约法四章里 没有不让我种花呀 白小纯立刻激动了 准备